今天做的这个鸡腿呢 我看到这边你选择的是一整条鸡腿 你会不会在出锅前也把那个骨头给它提下来 对 也要这样做吗 为了吃起来方便了 好细心啊 细心也有耐心 没错 就是浓浓的母亲的爱 那好 那这边李阿姨您帮我们来直接处理它 好不好 来来来 我们看看这边呢 用的材料啊很简单 其实一说起什么咖喱鸡块饭呢 就让我们想起一个减餐呢 对 这个做一个快餐这种调味之际和这个 食材的搭配还是非常合适的 没错 什么咖喱牛肉饭呢 包括我们吃的沙茶鸡饭呢等等 这边呢 我们的俩也会把它直接一分为二 然后把那个肉单独踢 不 现在就改 现在不是把它踢出来的 不是踢出来 把它这个划上三刀 对 好入味 划三刀入味 这个地方吧 切两刀就可以 好 其实你看我们整个这个鸡腿啊 它那个肉是不是因为它脂肪量比较高 碎着吃起来会嫩嫩的 大家想想看 你看那个腿嘛 它要运动 它不仅是脂肪含量很高 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也是非常高的 就是 只是鸡腿的营养价值所在 那这边我们就把那个鸡腿啊 直接这样子切成 它想要的感觉 就直接加盐腌它了 在这里我要说一下 比如说咱们整个一条鸡腿炒菜的话 有一点盐就够了 这个要加倍的用盐 加倍 要不然它不入味 就是腌的时候一定要盐分多一点 对 这个大概到六克了 六克了 六克的盐了 你可以想到 哎呦这样会不会咸了 这样 加点糖 再加上一点糖 这边呢 我们的阿姨给大家准备了这样子 这是一个料包 这个料包呢 你看到四个袋子 那也是不同的四种粉 是 就像小叮当一样 需要什么 咱就把它拿出来什么 你先说第一个 您需要什么 你告诉我 椒盐 椒盐 我给你找一找 椒盐找到了 椒盐 椒盐 来多少克 大概 两克不到 这个东西要根据你的量 对 没说 没法说 你现在是多少克 那么你一只鸡腿用少一点 两只鸡腿多一点 根据你的量 椒盐就是说突出来那个花椒的味道 对 那接下来用什么 胡椒粉 胡椒粉 我给你找 白胡椒粉 来一点 白胡椒粉和椒盐 它们的比例 有没有一些区别 还是说一样的 白胡椒粉 应该比椒盐多一点 多一点点 因为它可以去腥 好 白胡椒粉主要去腥 椒盐呢 给它渗透那个花椒的味道 也为了去腥 稍微多一点 好 白胡椒粉来一点 多一点 接下来用什么呢 五香面 五香粉 你看 我有时候就很奇怪 五香粉中 其实味道就很复合了 就包括一些白胡椒粉的成分 为什么我们还要再单补它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当时 创造这个菜的时候 你这个是自己创作的 我就是这么想的 好有创造力 我懂当时的情境 就是家里面看一下自己的调味盒 什么都有 什么都抓一点 所以这是阿姨 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 就是 下一个就是我们晒来登场的咖喱粉了 好 来一点咖喱粉 这个咖喱粉是不是应该量是最多的了 对 要加倍的用 其实你看 我就有时候会想 这些香料 我们加了这么多 其实香料本身渗透到食物里面去 我们吃下去 其实也有一些那样子 对身体调节的一些好作用 我们还是这么去认为 这个作为一个调味品 调味粉来讲 它实际上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调节我们这个食材的味道感 对 可以给我们提高一个食欲 但是呢 就营养价值来讲 我们可以让它忽理不济了 它毕竟是作为一个调味品出现 量少 没法跟主料比 没错 刺激我们大家的食欲 好吧 那接下来我们就加一点这个湿乎乎的这个料了 刚才都是干粉 对 料酒 其实 来来 咱来一点 其实我在想说 有时候大家吃那个咖喱会发现 有的是咖喱块 对 有的是这个咖喱粉 我们那个咖喱块和咖喱粉 阿姨知不知道 它用的时候会有些区别 我不太会用咖喱块 不太会用 我就会用咖喱粉 那个都是年轻人会用的多 就做减餐 直接化开之后放土豆放牛肉之间 没错 固大起来 是是是 咖喱粉呢 他可能说我们腌制的时候会用的多 然后呢就给它按摩 现在新名词按摩 按摩 揉一下 在家里呢 最好揉一下 让它腌制一个小时 这时候咱没加水淀粉 什么也不要 不加水淀粉 直接就这样子抓它 其实你看这个按摩的目的 就是让它一个所有的料混合 然后渗透到那个鸡腿里面去 今天您这道菜一块需要酒包它吗 就是给它酱之类的那种感觉 直接油好了以后用高压锅焖就可以了 就是像是一个包菜一样 就是来酱菜的感觉 酱肉 差不多 OK 我们要按摩它多久 行了吧 就是差不多了 30分钟吧 就可以了 上到充分进入就可以了 在家里边要做 腌久一点 你看我们这个是 我们的李阿姨提前给大家腌好的 这个最好的时间是腌多久 一个小时吧 一个小时大家看到 那闻起来也是咖喱味会多一点 然后那个五香粉会比较强味 好了 我们这边就把我们的高压锅准备好 这时候叫大家来整个呀 用高压锅来压我们这个鸡腿 让它成熟 高压锅吧 先把它烘干了倒上一点点油 要不然它粘锅 热锅凉油 一点点油就烤 因为那个我们这道餐做的也算是能做一次做好多 然后你可以做减餐 比如说办公室里面的便当 对对 或者是孩子中午赛学校带饭 太多了 这就多了您觉得 这才一点点您就觉得多了 一点就够了 来一点油 然后直接就把我们的鸡腿放进去了 一大颗一大颗的 这些一块的 OK 放一点土豆和我们的胡萝卜下去 总觉得这个咖喱菜少不了土豆的 因为少不了胡萝卜 因为你吃咖喱牛肉 咖喱羊肉 还是我们吃咖喱鸡肉 都有土豆 而且胡萝卜在里面点出颜色 吃起来口感也很好 是 那这边我们就用咖喱锅来碰着它 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呢 李阿姨 又是又开锅以后十几分钟吧 十几分钟 然后咖喱锅给它压好之后 咱就能吃到咖喱鸡肉了 下面让我们回顾一下 咖喱鸡腿的制作步骤 第一步 鸡腿切大块改花刀备用 第二步 将咖喱粉、椒盐、五香粉和料酒 放入鸡腿中腌制入味 第三步 高压锅加少许花生油烧热 放入鸡腿压制15分钟即可